我们在这个资料里面 就是我本来的资料就是101到104年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出现 2012、2013、2014、2015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这个资料 我自己还没去把别的资料汇入 它就已经产生错误了 对吧 所以我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它是不是告诉我 请问一下 它在这个地方其实就应该呈现说 People这张资料表 找不到资料表的资料行 资料行知道是什么 就记录 找不到一个叫中华民国105年12月 因为我们我原本在做 我不要再进去Powclure里面了 那是因为我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第一列删掉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的资料 这都不建议你们动手去做了 就是资料来源的设定 然后这个人口的资料是不是在这里 人口资料在这里 放在低碟底下 所以我必须先把我自己低碟底下的这一个人口 这个人口数 先把他删掉 我跟你讲 他说找不到什么东西 他说找不到原本在这边有第一列 有一个什么 105年12月 好 所以呢 怎么做这件事 我干脆先把他删掉算了 删掉 然后接下来呢 去网路上重新下载 重新把这105年People下载 那下载的档案 下载的档案 我把它剪下贴到我的低碟里面贴上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这里面有没有低碟 有没有那个错误的讯息 有 你看我打开给你看 最上面 最上面 有看到什么中华民国105年12月 就在这里 好 我关掉了 那我的资料是不是重新整理 他就不会再出现那个错误了 他没有出现错误了 接下来 我 我这个test里面 我会不会希望把105年资料 放进来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直接把网路上 105年所得税资料重新下载 重新下载下来 下载的资料是不是放在下载里 我把这个105年的所得税资料 剪下 放到我的所得税的资料夹贴上 可以吗 这里面这个资料夹是不是就变5年的资料了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用 等一下我会讲 你看这边是不是多了2016年 可是我要告诉你 各位应该还有印象 刚刚刚在这个地方 对不起 我应该 因为我用那个村里 用那个行义得理 是不是 就是按照那个字母顺序盘 因为你们对于刚刚那个数字 应该是比较有印象 就是说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它其实是除以5了 因为不可能说增加一年 还是这么200多万 220多万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它现在就自动除以5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资料 那个year 我要看的是所得税 所得税里面是不是有一个year 有没有看到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有看到 所以它会自动 distinct count的数 就是5了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全部都会变成自动来去做计算 好 我只是刻意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可以吗 那你们可能还需要再动手做一件事 就是 因为我怕你们当机 所以我们就不做了 好不好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重新整理 是当你今天有新的一个年度的资料 你就放到指定的资料夹 指定的这个资料夹 例如说 低磁叠机的test 你就可以完成 可以吗 你不用再额外再心算 你只要重新整理 你的资料就全部都算好了 全部都算好了 好 我只是说 希望你们大致上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们 你们要稍微记住哦 因为 我是不是在第一次 我的档案资料来源设定 是不是低磁叠机的test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的人口统计资料 你全部都要重新变更 麻烦请下载第一个范例 好不好 就是昨天中午做的超市分析 好 麻烦你们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你们下载 因为我觉得还有还有两个还蛮重要的画图工具要学会 先到go.grl斜线YTZRXT网址 然后去下载 下载这个财政智慧最右边的成品观摩 麻烦请你们下载就是第一个第一个反例 第一个成品2020-0113超市分析01这一个档案 麻烦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呢 在下载里面嘛 就麻烦直接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我们来介绍瀑布图的绘制 瀑布图还蛮重要的 所以来跟你们分享一下瀑布图 好 那只要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然后把这些画面关掉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瀑布图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 先做到这边 顺便再麻烦请你们 再下载一个范例 下载一个画图的工具 叫直方图 来画面就用一下 就是在刚刚 我这里财政智慧 然后范例下载 麻烦请你们再下载一个 叫做Histogram 因为直方图真的我们还蛮常用的 在这边Histogram 点它就可以进行下载了 可以吗 这个叫直方图 好 请你们也去下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先介绍 第一个 瀑布图 好 我们现在先来介绍 介绍一下 瀑布图 瀑布图 好 那画面就用一下 首先我增加 增加一张新的 新的视觉报告 然后接下来呢 瀑布图 点选瀑布图 那瀑布图这里面 瀑布图这里面 我们一般看这件事情是用一个连续轴 连续时间轴来去看 例如说之前我们是不是讲说几年到几年 例如说2015到2016这两年之间的一个例如说类别产品的变化 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的是什么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类别轴我们放的就是时间 例如说订单日期请放到类别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它变成什么 日期阶层 接下来那我是不是要分解 我想要看的是类别 放在分解 接下来那我的Y轴放的是什么呢 我的Y轴放的可能就是利润 利润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三个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三个 你要知道类别是什么意思 分解是什么意思 还有还有就是Y轴 好类别就是X轴 X轴我放的是不是叫做时间 例如说2013到2014 2014到2015 2015到2016 对不对 Y轴这也没有问题 就是放利润 对吧 只是你在这边比较不太了解的是什么 就是分解 你看分解 我是不是想要去看 2013到2014 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加剧第一 因为我只有三个类别 对不对 加剧第一 然后接下来呢 2014到2015 谁第一了 技术第一 2015到2016 谁又变第一 办公用品 这样可以了解吗 知道我们在分析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看 就是各年第一 变来变去 这就是这家公司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好 你看2013到2014 加剧 加剧类别 是不是还在第一名 这样了解我们在做的意思 那你一定会说 为什么他叫瀑布图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瀑布图应该是由上排到下 对不对 由上排到下 有看到 他确实也是有呈现这样子的情形 只是 只是我们 我们因为是一个时间 我们的 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时间关系 我们一定是希望我们的那个资料是越来越多 没有人会希望利润越来越少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好像感觉 由这个瀑布是从这个越近的时间这样子流下来 这样可以了解 这就是瀑布图 他所呈现的那个意义 为什么要叫瀑布图 那重点是你可以去做资料 资料 例如说在各个不同的周期 周间 然后他的一个变化的比较 可以了解吗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 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件事 瀑布图 主要就是里面有三个类别 类别 分解 还有 歪轴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想我想把这个 我再去做一个就是各周间纸类别 这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家具 家具 在2013到2014这边他卖的最好 所占的比例六成内 好 这边有看到技术 技术 然后再过来是办公用品 再以公司的获利来说 获利来说 可是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我用的是不是利润 各位知道 各位知道利润跟销售 它有一个什么特性吗 其实销售是比较固定的 利润是会比较变动的 会随着很大客户的走 然后又产生变化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你固定销售会比较偏固定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 假设你换另外一个思考点 就是说 我不要来做Y轴 不要放的是利润 我放的是销售 销售会比较一致性 我把销售放到Y轴这边 你看一下 排在第一名的 2013到2014排在第一名的 是不是加剧 2014到2015排在第一名 技术 2015到2016也是加剧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去看 比较没有变来变去的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利润是比较会变动的 好 那我们现在 我想换另外一个话题 来去跟你们再思考一下 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 刚刚比来比去 就只有三个类别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你想要针对公司的子类别 来去做瀑布图的分析 它会比较适合 因为有时候我想要去看 前五名 前五名的比较 各周间 各年周间 我都想要比的是前五名 主要子类别的差异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样用瀑布图 然后接下来 我的类别 类别当然还是放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记得这个一定要改成是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 然后再接下来我的分解是 子类别 把子类别放在分解 然后接下来呢 我的歪轴 我的歪轴 我们还是看利润好了 因为我想老板最关心的应该是利润 好了 因为我在这边我要讲那个增加减少 总计其他这些 你看哦 在这里面 2013到2014 它其实是成长 成长 然后接下来呢 2013到2014 主要的成长是输价 有看到吗 2014到2015 主要的成长是营运机 2015到2016 输价又回来了 是主要成长 可以吗 那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叫做 这个2013到2014 下降最多的是收纳具 然后2014到2015 下降最多的是器具 2015到2016 下降最多的是桌子 其次是影印机 你有没有可能希望说 这边它呈现的是 12345 它是不是呈现五项 五项加其他 可以吗 五项加其他 对不对 这边不管怎么样都是五项 可能这边是4加1 加1 这边是3加2加1 那你一定会问说 为什么 这个下降的出现两个名次 它其实是取前五名 可是不管是你是正的前五 或者是负绝对值 负数然后取绝对值 它都是取前五名 不管你是增加还是减少 但是要都取出绝对值 然后分别来去画 用不同的颜色来去呈现 可以了解吗 那首先你应该会画出这张图 对不对 我现在要教你的是 有没有可能你给老板看这么多项 他其实会看得眼花缭乱 有听懂 通常你给老板你在报告的时候 你不要给他太多个子类别项目 这是报告的一个重点 举例来说 我今天我给市民看 看那个里的个人所得税 我觉得不要看到里 你应该看了不起看到那个 县市的个人所得税 或者行政区的个人所得税 就比较适合 为什么 你开放越多的那个 你算出来的数值 就一定会有越多的问题 或者是光是问你问题的 就从原本 原本他只关心是整个市 他会关心到零 好 那里长就会来问啦 你算的到底对不对啊 你是怎么算的啊 听得懂我在想什么吗 好 那我们现在 怎么把这一个 五个 改成三个 那你会说 那刚刚这边是不是都是三个 因为我们类别就只有三个啊 好 所以类别能不能改成三个 可以 怎么改 请问是在这边叫做栏位 还是格式里面修改 在哪里修改 在哪里修改 我动到什么时候你们才讲话 在格式里面改 谢谢 然后点哪一个 页面资讯 不对 这边没有 可以吗 还有什么 页面资讯没有 页面大小呢 没有 页面背景呢 没有 没有 没有嘛 然后页面对齐 没有 桌布 没有 没有 筛选卡 那在哪里 我们大家一起来找找找看好不好 这边是不是 5加1 5加1 能不能改成 例如说六个或七个 好 请你们动手找一下 来 请你们做那个子类比哦 对了 在那个分解 分解这里面 好 来 不好意思 在这里 在这里要先点一下图 你要是没有点到图的话 就会像我刚刚这边格式这边找不到 因为我现在不是要做页面的讲解 而是要做这个视觉化报表 分这个格式里面的分解 分解里面呢 分解上限 假设我今天改成3 那你一定会说 我改成3嘛 对不对 他就只好压缩 压缩什么 压缩 例如说 假设刚刚原本这边有3个 对不对 可是 我稍微放大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的大小跟这个的大小 都没有他大 这是 这是损失 因为他只能放3个嘛 所以这个时候他会放 第一名 至少 至少这一个要放一个 再来 这个是不是要放一个名次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为什么会呈现 那是因为 他是第三名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在这边增加最多的是书架 可是 有两个 有两个是减少很多的 就是桌子跟影印机 桌子跟影印机 可以吗 所以那些没有显示出来的 全部都会放在其他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你会说 这边为什么 这边为什么一个红色都没有 因为它全部都是增加 有听懂吗 全部都是增加 没有减少 因为没有减少 它就不能呈现 这样听得懂吗 好 所以因为我们只放三个 所以假设你今天放 那你会说 那这边不是减少吗 这边不是减少吗 这他可能认为就是说 这实在是太 就是最后那几名 就是超过五名以外的减少 它就不行 不呈现了 超过五名以外的减少 这样可以知道 我现在说的意思 因为我只要放三个 就是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那只要是第四名 以后的减少 它就不呈现了 好 这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请你们 一定要先学会 就是说 这个类别瀑布图分析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想要讲的是 从Marketplace 去下载一张很特殊的图 由于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视觉化图表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在就是微软公司的官方网站 放了更多的视觉化图表 举例来说直方图 各位直方图重不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有时候我们先看 那个资料的分布情形 我们会看直方图 直方图是什么呢 它的画法非常简单 它的画法 我先画给你看 例如说好了 我们今天客户跟我们购买 客户跟我们购买 可能会有买一样产品 两样产品 三样产品 对不对 好 或者是客户跟我们购买 那个销售额 销售额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这个是2000以内的 2000以内频率这么高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百 我们是不是有一万 总共有一万笔记录 可以吗 有看到 一万分之二七七 有看到吗 一万分之二一七 好 我们有一万笔记录 一万笔记录里面 就是大部分的客户呢 跟我们购买的是在2000块以内 就是销售额是落在2000块以内 然后呢 还有942笔的资料是落在2000到4000 可以吗 这个就是 职方图 这样大概了解 好 那相对的 相对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去画的是 利润的职方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就点 利润 职方图 然后 接下来再勾选 利润 我是不是就做完了 就做完了 就是大部分的产品 大部分的产品 有高达3786项产品 它是落在什么呢 就是 这个是 0.59K 那就是590以下 负360到590之间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这样有听懂 这个意思吗 这是去看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布关系 这就是职方图 可是请问你 这边有没有职方图 没有 怎么样叫出职方图呢 很简单 就是 就是 点点点 点点点 从档案汇入 接下来 点了它 从档案汇入 然后 麻烦请在这边 点什么 汇入 汇入里面 你就要去找 刚刚从网路上 我请你们下载下来的 就是这 histogram 然后点 开启旧档 可以了解吗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汇入进来 汇入进来的 放在这里 它不是放在这里面 它是放在这里 这样可以了解吗 额外引用的视觉效果 好 那就现在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就是各客户 跟我们公司 每一笔订单 我们来去看 它的利润的分布 大致上 它其实是这个 呈现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 我们就是 想要去画那个职方图 就请你上网来去找职方图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画 利润职方图 其实利润职方图 简单说就是 我的 x轴是利润 然后呢 y轴是频率 频率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们在这个地方 如果您觉得 视觉效果不够多 那你就去 Marketplace 那 你要去Marketplace的话 你必须要登入 登入 就是它会让什么 它会让你 这个Power BI Desktop 跟Power BI服务 能在您登入时 无缝运作 可是重点是 重点是 你要拥有 微软公司的 电子邮件信箱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因为微软公司呢 它跟学校 它是很友善的 怎么讲呢 它都给学校免费使用 可是这些学生 毕业了以后 因为它只会使用微软公司的 所以它到社会上去工作 它就会建议老板 使用微软产品 可以了解吗 这很正常吧 好 那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登入的是 微软公司 微软公司O365 然后它给我们阳明大学 每一个教职员工生 都可以使用 这样了解 假设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的人很少 大概就四千多人 反正它就给我们 一万个使用者的账户 然后让我们随便去使用 这样理解吗 它对于那个学校园方案 不是只有阳明大学是这样 台大大概你知道 所有大学都是这样子 可是县大学 县大学 大专院校都是 好 登入 其实我登入 不登入 其实是其次 算了 不登入了 我们来去看 它的那个 market price 到底是长什么样 所以呢 首先 首先你就先到 Google的首页 然后 然后接下来呢 微软公司的商店 微软公司的商店 叫做store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通常我们 我们会选择的 稍微等一下 通常会选择的 应该是 那个 Power BI Power BI 跑去哪了 store 软体应用程式 不好找 好那我就找 那我就找 Power BI Power BI 这样也不太好找 Marketplace Marketplace 然后是 Power BI Power BI的 VCO Marketplace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产品里面 你要选 Power BI的 VCO 这个 这个就是视觉化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在 在四年前 开始教这种视觉化分析的时候 它还不到100个 它每年一直都在增加 你看像例如说 我 我如果想要去找 你看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这种图 这种图 有非常多种图 这个就是瀑布图 可是 它应该叫做 Waterfall 怎么叫 Zebra 然后 接下来 还有 像 我们 我们来去看一下 像 文字云 文字云 有看到 非常多种图 好 这个就是文字云 文字云 所以 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使用它 对不对 你就必须要 Get in now 点它 然后它就会要求你 先注册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 你如果要使用 你就必须要 完成注册 你就会有这个 文字云的图了 好 那像刚刚 刚刚我是不是 这边 它有总共246 它有246 所以 你 其实可以在 这里面 可以再去搜寻 搜寻 Histogram 可以了解吗 我刚刚给你们的 就是这一个 Histogram 点它 它就会直接 秀出来 看你要不要去 得到 得到 这个Histogram 然后 是不是可以画出 这样子一个 分布图 这样可以理解 我现在说的意思 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 你要文字云 有看到吗 文字云 文字云它现在有 1234 就是 类似 类似我打的 好 类似我打的 文字云它现在有两种 有两种 然后 例如说这一种的话 这一种 真的你只要有账号 你只要有账号 你就可以去下载了 好 目前它的做法是这样子 那就 期待欢迎你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去下载 这里没有非常多的图 那 目前都是免费 什么时候开始付费 我不知道 只是 假设你下载下来这个图 记得就是用 点点点 你下载下来的结果 它是讲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很长 后面还有一个编号 版本 然后接下来 它的副导名叫做 Power BI 然后VIZ VIZ就是视觉化的意思 可以吗 所以我已经把额外的200多种图 告诉你们了 然后用法都非常简单 用法都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可能 你可能还是要学会说 怎么样去使用它 怎么样去使用它 然后这一页 结束还有第二页 反正非常多就对了 非常多这种图 好 那 我再补充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你点选这个点点点 然后叫进来 叫进来这个新的图 你看像这种 这种里面能够放的 就只有 例如说 一个两个 很少 真的在这个地方 你跟其他种图来做比较的话 像相对的这里面图 还可以放比较多 好 那在这个地方 它就变得很自细化 你能放的内容是有限 它就很快速的帮你画出来这种图 好 我觉得只要你大概知道这件事就好了 所以 直接可以从Power BI 然后点这个 从Marketplace 然后进入 那我现在因为我没有登录 所以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打开Google浏览器 你就输入 Power BI 然后这个单字 或者是直接输入 VIZ 的Marketplace 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一个了 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一个 然后主要 主要就是要去呈现 所有放在 微软公司产品 产品 Power BI 视觉化的这246种图 看你要不要把它加进去 好那就请你用Google的方式去找找看 在这个地方我想要特别介绍一个叫做堆叠图 堆叠图 好 例如说 这个堆叠直条图可以做什么分析呢 假如说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三个 三个主要的类别 三个主要的类别 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主要的类别呢 放到轴这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 还可以放什么 子类别放在图里里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值放的是销售额 先放销售额好了 这张图在呈现什么内容 这张图在呈现什么内容呢 我建议是把这个销售额的值呢 假如说我们今天把值放成百分比 值放成百分比 然后呈现这些百分比的内容 好 我们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每一条巴尔都是百分之百 然后它这边是主要构成的 举例来说 在技术类可以看到有两个 有两个项目 它是什么 有两个项目可以看到 它是主要的产品 在家具类也可以看到 有两个主要产品 分别是椅子 这红色是椅子 还有这个颜色是书架 然后在办公用品 是不是也可以看到 有两个主要的产品 可以吗 这有点像那个 像有些人我们在做 那个肠道菌的菌相分析 什么叫菌相分析呢 举例来说瘦的人 它里面的这个维生物的菌 跟胖的人 它的维生物的菌相的一个分布情形 是不一样的 好 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在这家公司里面 看到它的特色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类别 都有主要的产品 举例来说家具类是不是有这两个 有影印机跟电话 这两个主要产品 然后家具是不是也是有这两个主要产品 所以怎么样去做这个细项 细项的分析呢 好我先删掉 首先第一个 我可以透过这个工具叫堆叠直条图 堆叠直条图 它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轴 轴 轴的话你要放主要类别 再接下来呢 主要类别里面 这个 再透过不同颜色来去分 就是子类别 所以把子类别放在图例里面 接下来你要看的是销售额还是利润 假设我们今天也可以用利润来去观看 但是如果是看利润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这边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线 你有没有发现办公用品办公用品有一个美数呢 美数它的利润是负的 可以吗 这个整个整个的绝对值范围是100% 那技术类别没有负数 家具有看到吗 家具家具这个项目桌子它利润是负非常多的 有看到 好 这整个我再次的强调 整个 整个 整个是100%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到的这件事情 就是在说明说 家具 家具它有14.7 在整个家具类里面占14.7 而且它是负的 也就是说家具类我卖100块 我卖100块 其中有14.7 是桌子这边要赔给别人的钱 有听懂这个意思吗 好 这只是提供给你们做一个细项 类别到子类别细项分析时一个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工具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这个叫做 应该说是占比例分析 您看一下 我把这张图 这张图搬到 搬到这个 各年 各年利润的统计分析 这个位置 好 你去看 2013年 因为我们 我们这边关系的就是0%以下 0%以下 2014年 你看几乎都没有 都没有0%以下 2015年 有看到吗 也没有 可以吗 好 不过 在这个地方请注意一下 这个办公用品在2015年 这边是不是就出现了 颜色可能要稍微调整 但是事实上 你看 2014 这个颜色是浅黄 到了2015 它就变成明黄 比较明显的黄色 但到了2016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直接增加非常多 就在0%以下这边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在客户分析里面 其实其中我们在各年的比较 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去说明 说明说 这个2016年 哇 有整个那个加剧大幅度的下降 好了 所以刚刚我们再来谈一下 这个除了这个占比例分析 我们还可以去看的是这个圆形图 圆形图我之所以不想做 其实像这个地方 这张图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圆形图 改成圆形图就漂亮多了 整个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感觉到说 那个整个那个视觉化的呈现 就很像那个好像我们可以放在网站上 让别人随便点的这种这种作品 因为色彩那个我们人至少会觉得 哎 请问这样比较好看 还是这样子比较好看 我觉得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圆形图啊 染色体图啊 折线图啊 好 呈现的报表也会给别人感觉比较专业 这都是事实 但是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圆形图它有一个不易分析 好 我现在哦 我新增加一张资料报表 我们就来做那个圆形图 来跟各位做一下说明 做什么圆形图呢 做类别 类别产品 类别产品的消息 利润好了 类别产品的利润 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有三分天下的感觉 好 那你会说 那我就呈现这个百分比啊 35.38 然后34.92 29.7 我觉得这还不是重点哦 这还不是重点 记不记得我们在讲那个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各年利润统计分析的时候 我是不是会点各年来做比较 好 请问一下 当我现在点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你根本就看不到什么差异性或感觉 好 我再换 假设我把这个资料 假设我把这个资料 刚刚之所以会它不动是因为我用的是百分比 可是如果我把它贴到这边贴上 这边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 各年的主要类别获利分析 所以当我点了2013年 你有没有看到 它把整体固定 整体它会让你看到就是那个浅色 然后接下来请问你 它这边是不是有缩小 缩小 这个蓝色是不是 这个蓝色 比较大 这个蓝色有看到比较大吗 这边所占的整体 这占整个整体的多少呢 7.52加4.41加5.4 所以发现什么意思呢 这个约占20%左右 20% 而且其中2013年 尤其是以办公用品所占的比例最多 有听到这件事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到时候在说明的时候 2014年谁占的比例最多 这边是不是又要去讲了 这是这个紫色是加剧 对不起哦 不是加剧 你有没有发现 是 这一个 这一个 因为这是7.35 这是8.15 你看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边的呈现关系 让你看错 有可能 这就是圆形图 它很 就是在这一套软体里面 我觉得它呈现不太好的地方 可是 它有没有让你看到那个 整体跟这一年的比较 有 整体 整体就是那个浅色 跟这一年的比较 你都看到了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 像这个 这个是什么 2015年 它在讲的是 这个所占的比例最多 2016年 谁所占的比例最多 你可能还要看一下 这个11.57 跟11.19 答案是这一个 就是你从这个地方 可能会觉得 它这边接触 是差不多的 这是看圆形图 可能你没办法 精准的看到 你所想要看的结果 而且别人在看这张图的时候 你是需要花时间来解释 这就是圆形图它的缺点了 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 特别告诉你 它也可以看到 整体跟自己的比例 而且它也很容易化 但是它在解读上面 不够直观 不够让你直接看到图就了解 所在做的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真的为了视觉化的呈现 请你用圆形图 但是当你要解释的时候 建议各位 还是回来直挑图这边解释 你会觉得你比较容易解释 而且让别人看懂 你所说的事 好 那就请你们自己去动手玩一下吧 以上呢 应该就是我所有教授的内容了 还有几分钟 我想跟你们就是做最后的一个复习了 我发现 我发现 虽然我们只有4G的记忆体 但是只要我们不要去动到 应该在这个地方都是OK的 其实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中 我们从资料取得 然后接下来 我们画了好多视觉化的图表 可是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为什么要去做 例如说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 其实你根本就还没有做什么分析 它就可以帮你说明增加的主要项目 说明减少的主要项目 再来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联动分析 联动分析 我觉得太重要了 像我们刚刚介绍 就是各年各年类别产品的一个获利的分析 这些都是重点 这些都是重点 再来我们还有跟各位分享 当我们今天有了一个联动分析的概念 我们是不是有画同期比较 然后自由让我们选择要做什么两个年度 甚至三个年度的选择 还有没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要去做自动分析 怎么样去自动分析 分析出好客户或不好客户 还有第一天跟各位讲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 叫预测 预测 当然要越准越好 甚至我们还有跟各位分享什么事情 当我们今天我们要去解决一些问题 像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去看每一个户报所得税 然后在哪一个领这边报出来的所得税是最高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说他们可能是相对的对于台湾的贡献 在那个缴税上面来说 他们是比较有意义的 只是来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要切记韩式的使用很重要 那通常在课程最后 课程最后 我还是要提醒你 我真的再过几天 这个网站上面就会有那个连接的网址 就是你们可以如果想要再把这两天的课程 再去精进或再去看 我会把那个当机的那个画面 因为我这台 只要当机我就没有录 我会把它再剪好 让我们看到是连续的影像 有机会的话 其名文回去 务必 务必 就是拿自己的notebook 找好一点的电脑来去算算看 好吧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聊天 谢谢大家